临时宣布停班停课让许多的家长措手不及 由于大雨不断 台东县政府就宣布了下午停班停课 有些家长赶到幼儿园接小朋友 大骂县府实在是太晚宣布了 而且大部分的国高中13号断考 还得等到下午2点半过后 考试结束之后才能够接人 另外在花莲中午同样宣布停班停课 大批的家长在校门口接小孩 导致交通混乱 生气的说临时接到通知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卓富桥上烟成小河 校车小心翼翼在积水中行事 经过时还见起水花 由于水保局发布土石流警戒 花莲县府宣布从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 司机也赶紧在小朋友回家 但也有些人可没校车接送 许多家长撑伞在校门口等着小朋友放学 停课的消息来得太突然 让家长措手不及骂声连连 56分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说要去接小孩啊 结果这样子就大家一团乱啊 然后街上红绿灯也没有 交通一团乱 小朋友学校也都一团乱 校门口也一团乱 一早要不然就是一早就宣布 11点50收到通知 12点要接小孩 来不及啊 有些家长好生气 认为临时接到通知反应时间根本不够 所有人都挤在校门外 交通也大打劫 十分不方便 但对国小生来说 大多是开心只要上半天课 还能不用去安清班 镜头转向台东 同样宣布下午停班课 家长放下手边工作 跑到幼儿园接孩子回家 抱怨献复太晚宣布 由于13号是大部分国高中断考日 家长得等到下午两点半过后 考试结束才能接人 县福紧急停班停课 让许多家长大吐苦水 措手不及 记者综合报导